喂喂喂大家好 这段影片呢是要为大家来示范这个POWER SERIES OK 这POWER SERIES呢 这个上一段影片或上课已经有提示示范过POWER SERIES要怎么做了 那我这个POWER SERIES我再示范一题给大家给各位看 那这POWER SERIES很简单 就是假设我们这个解就是一个一个密集数 然后有一堆A0 A1 A2 A3 A4 A5 A6这个系数等我们去求 那通常在这边呢 我们都假设这个这个X0呢 X0在0 OK 那因为X0在0的这样计算起来比较方便 那之前的影片有提过这X0呢 这个X0这个位X0这个点不见了一定在0 那X0不带0的这个POWER SERIES就比较难做了 那这个呢各位如果以后可能各位只要如果有研究所考试想要考工程数学的话 你再去研究就好了 在这这门在这门课呢 我们只讨论这个X0等于0 OK附近的解 OK 然后这个X0呢 这个也这个0呢也是该文方式的长点 那长点怎么判断呢 这个各位稍微再去看一下 这边我不再解释了 OK 那我们来 来多看这题POWER SERIES吧 这题POWER SERIES是稍微比较麻烦一点 稍微比较麻烦一点 各位等下看我示范就知道这为什么麻烦在哪里了 OK 首先一样这POWER SERIES呢 在X这个微分方式在X0等于0的附近的解 我们假设这个解叫做Y等于A0加A1X加A2X平方加A3X三次方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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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加下去 然后假设完之后呢 因为我们假设这个解是这样啊 然后假设这个解是这样 那我们代入原方程式去求解 那这个代入原方程式呢 我们必须要有Y二阶微分的 还有-Y还有-XY的讯息 那我们已经假设这个Y等于长这样子 那原来的微分方程式我们需要-Y啊 各位有看到吗 因为它是-1加X乘上Y 所以我们 我们里面有一个-Y在里面-1乘上Y 有一个-1乘上Y在里面 还有一个-X乘上Y 在在这文方式里面 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把这些项子写出来 首先呢-1乘上Y呢 会等于会等于什么呢 哎呦 -0-1 -1-X-A2 -X-3 -X-3 -X-4 -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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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6 -a1x平方 -a2x3次方 -a3x4次方 -a4x5次方 -a5x6次方 -a6x的7次方 OK加加加加加不定加上去 然后这边呢我们第一项还有什么呢Y的二阶微分嘛 还有第一项第一项Y的二阶微分 那所以我们要把Y呢做二阶微分 那Y呢今天我们先做一阶微分慢慢来啊 做一阶微分会等于加2a2x 加上3a3x平方加4a4 x3次方 加5a5 x4加6a6x5次方加加加加加加 好了已经为完我们再为一次哦 OK 那这边2a2 加6a3x 加12a4x 平方加20a5 x3次方加30a6 x4次方加加加加加加好OK 那我们现在要把我们所需要的项加起来我们需要的项是什么Y的二阶微分 然后-xy 对不对 然后一个-y 对不对这三项要加起来然后等于0 然后加钱等于0 这一些我这个基因 上一段影片有上 之前或有商科有提到过上之前的影片有提到过 我们这些项加起来一定会变成一个 一个多项是 这些像这几个蓝色的项加起来 最后一定会等于一个多项是 然后呢他最后呢我们 一定会整理 x0次方向 雖调长度相是多少 x一次方向前面的系数是多少 x 平方向前面的系数是多少 x 三次方前面的系数是多少 OK 我们来写看看 首先我们针对常数项 这蓝色勾动的三项常数项有谁呢 我们一个慢慢看 这个 y 二接二分常数项是谁呢 2a 2嘛 对不对 然后 xy 常数项有谁呢 xy 这一项没有常数项 但是 x 1 乘上 y 这一项 有一个常数项 减 a 3 OK 然后呢 好 我们再看 x 一次方向 x 一次方向有谁呢 y 二接二分是 x 一次方向有6a 3 然后减 x 乘上 y 这一项 x 一次方向是减 a 0 然后呢 x 一次方向 这个减 1 乘上 y 一次方向是减 a 1 OK 那 x 平方就是 12a 4 然后减 x 乘上 y 这一项 我们的 x 平方向是减 a 1 然后减 1 乘上 y x 平方这一项 有谁呢 减 a 2 然后呢 x 三次方向这一项呢 有20a 5 20a 5 然后呢 我猜一下 x 次方向是减 a 2 然后减 1 乘上 y 这一项呢 我看一下减 1 乘上 y 这一项 x 三次方是减 a 3 OK 其实写到这边呢 各位可能慢慢有头绪了 这个慢慢开始有规律性跑出来啰 规律性跑出来啰 看一下 那我们 x 次方再看啰 你看我们从第二项开始 从这个 x 一次方开始 从 x 0 是没有规律性的 但是我们从这边以下开始开始有规律性 从 x 一次方的系数开始就有规律性了 我们来看看 x 你看 x 一次方开始 你看都是三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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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 x 次方也是三项 那我们来看 x 次方是谁 2乘2乘3 这一下我开始用红色写 你看 2乘3 3乘4 4乘5 所以现在是5乘6 OK a 3 a 4 a 5 a 6 然后减掉 a 0 a 1 a 2 所以减 a 3 所以减 a 1 a 2 a 3 那就减 a 4 那所以呢我们继续往下写 x 次方 这个已经有规律性了 所以我们不用怕 这个5乘6 6乘7 42 然后减 a 7 然后减 a 4 减 a 5 那我看一下我们要写到哪里呢 x 次方 这样写就好了 OK 写到这边就好 这可以无穷无尽的一直写下去哦 OK 那因为呢 1 x x 次方 x 次方 然后这些减数 然后这些减数彼此线性独立啊 彼此linear independent 所以呢 呃 呃 呃多像式的系数 多像是前面的系数 多所以多像是每一项 每一项的系数 所以说必为0 必为0 OK 这个意思说是我们刚写是个之前有提过一个常数加上一个一堆常数乘上x加上一堆常数x平成让x更加一堆常数乘上x3次方 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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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无穷多像啊 加到无穷相等于0了 然后因为1xx平方x3次方彼此时间线性独立啊 所以说呢 这些像前面 因为彼此线性独立 然后这个加起来最后 1xx平方x3次方这些减数彼此时间线性独立 然后这些减数前面乘上一个常数 然后全部加起来要等于0 要等于0 只有一种状况 只有一个情况下这个等于0才会成立啊 就是前这个就是这个系数等于0 这系数等等于等于0 泡天空间不够等于0等于0 ok 那所以呢 这些系数等于这意思表示说这些系数要等于0 然后等于0 然后等于0 等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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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如此继续 ok 这前纸专影片也有提过 利用线性独立的概念呢 把这个未知的系数也求出来 ok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怎么看 怎么求这些未知的系数呢 来看一下哦 那我这边呢 要把 上面这边插掉 需要的部分插掉啦 这个POWER SERIES呢 这个没有很难 这你会发现这最后会有规律一些 之前也没有提过 你反而觉得这个会很好玩 用这个东西接 我一放的是真的是有意思 ok 好的 好的 那我们一下一下来看哦 我们一下开始用信心独立 这些这些系数前面的系数到等于0 然后我们就可以求出这些 像是A0A1A2这间彼此的关系 我首先我们从X0一方开始 2A2-A0等于0 那我们后面的像素用前面的像素 表示 所以这会变成A2等于2分之1A0 ok 那X一次方我们会得到什么 我们会得到12A4等于A1加A2 然后后面的像素呢 用前面的像素 表示A0加A1 那所以A3会等于6分之1A0加6分之1的A1 那X2次方呢 X是平方向前面那些系数的关系 可以带给我们什么呢 我们会得到12A4等于A1加A2 A2 那后面的像素用前面的系数像素 表示等于12分之4 12分之1A1加上12分之1A2 OK 那到这边小心一下我们这边有一个A2 可是我们A2等于多少呢 A2等于2分之1A0 所以这个东西可以带进去这一项 所以呢 A4等于12分之1A1加上24分之1A0 那X3次方呢 20A5-A2-A3等于0 然后20A5等于A2加A3 OK OK好的那我们这边注意一下啊 A2等于多少呢 A2等于1分之1A0 A2等于1分之1A0 然后又呢A3等于多少呢 A3又等于6分之1A0加6分之1A1 所以这个你通通把它加一加那A5会等于多 A5会等于 诶,这我看一下,我看一下A5 我看看你记得,这A5有没有 A5等于 A2 A2 A5 A2等于1分之1 诶,这会变成多少 20,40分之1,诶,这是40分之1吗 诶,这个我看一下,这会变成多少 这个是不是要少了一下 哦好,这应该没有问题,没有一时眼盲 诶,这个你加一加,这个我看一下这边有40分之1的多少 40分之1的A0 40分之1的,我稍微再算一下 40分之1加 120分之1 120,120分之4,30分之1的A0 OK 好的,这应该是130分之1的A0 然后呢,这个A,我看一下A3等于120分之1的A1 120分之1的A1 OK,好的 30A6 减A3 减A4 等于0 然后会变成30A6 等于A3加A4 那A6会等于30分之1A3加30分之1的A4 OK,那这个我们算一算A6会等于多少 那我们在30分之1的A3,那A3等于多少,那就会变成180分之1的 120A0加180分之1的A1,那30分之1的A4是多少,那A4呢等于 360分之1A1加720分之1A0 4A0,那这个东西多多少,4A0 所以是720分之5 对不对 720分之5 然后 有360分之360分之1加23 所以是多少 144 144分之A0 144分之A0 加上 120分之 诶,这也是A1吗 看一下哦,120A1吗 嗯 现在是120分之A1 这我来看一下A5 A6 A5 OK 我想应该没有错吧 好的,那我到这边呢 那我们就得到了A0 A1 A2 A3 A4 A5 A6 B时间关系 那最后要把它整理一下 要把它整理一下 把这个答案写出来 嗯 这个我不知道我下面这边有没有算错 应该是没有吧 目前看答案都是对的啊 或许是我多虑了吧 嗯 好,那我们就把答案写出来 我们最后我们一开始的假设是什么呢 我们最后一开始的假设是Y 等于A0 加A1 X 加A2 X平方 加A3 X3 4 加A4 X4 4方 加A5 X5 4方 加A6 X6 4方 那这边我们A0 跟A1 没有东西保留住 那我们A2等于2分之A0 X平方 然后A3等于6分之1A0 加6分之1A1 X3次 A4等于12分之1A1 啊 我还是把用A0 顺序好了 24分之1A0 加12分之1A1 X4次方 然后呢 A5分之4 30分之1A0 加120分之1A1 X5次方 然后加上 这没有地方可以写 我们就 120分之1A0 加120分之1的A1 X6次方 加加加加加加 这我目前看一下 呃呀 X6次方 X6次方 OK好的 我们把A0A1呢 都个别提出来 A0A1个别提出来 这等A0的话呢 会变成 1加上 2分之 A0A0A0 加6分之X3次方 加24分之X4次方 加30分之X5次方 加144 X6次方 加加加加加加加 这我这有点无疑啦 那我这 X6次方 是不是有 OK那我们再来Double check一下 这个我们的A6是 多少 30分之A3 加30分之A4 那我们的A4 我再Double check一下 A4等于多少 A0加12分之A0加12分之A1 A3我再Double check一下 那 这就是180分之A加 这个80分之A1 A4是360分之A 720分之A 嗯 360分之A 120分之A A0对 这样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什么错 A5 看一下 那A5 没有错 A5感觉好像也没什么错 好吧 那我就暂时相信我没有算错 OK那我所有最后的homogeneous solution 就是 这两个 这是你的Y1 这是你的Y2 稍微注明一下 OK OK 这一坨 这一坨 这是Y1 Homogeneous solution 不是都两个解吗 Y1 Y2 然后这是 这一坨 Y2 OK 然后这一体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说的就在这里啦 嗯 我们每一项呢 都跟是都跟两项有关 前两项系数 每一项都跟两个系数有关系 你看我们从A3开始 你看就跟A0A1有关系 A4也是跟A0A1有关系 A5也是跟A0A1有关系 A6也是跟A0A1有关系 就是说我们一个系数是跟两个系数有关系 那个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啦 我们之前常做到的题目就是可能一个系数就跟跟前一个系数有关系 一个系数跟一个系数之间有关系 但是这边是一个系数跟两个系数之间有关系 那你说有没有可能一个系数跟三个系数之间有关系呢 当然有可能 如果那个线性OD很复杂的话 当然有可能 好那这就是 Power Series 示范啦 那希望这题我没有算错 各位在check一下 我觉得好像是不是有地方有算错呢 没关系 我只会再doublecheck一下 好这个影片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OK